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和大家分享一下吉他学习中的简单和难 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我们的大横按F和弦 感觉有些人会觉得比较难 那我们怎么样呢 重点和弦就重点突破 比如说先按C和弦 马上转F和弦 再Am和弦 马上转F和弦 D和弦 D7和弦马上转F和弦 Bm和弦也是这样 然后Am和弦马上转Bm和弦 C和弦马上转Bm和弦 然后马上转Bm和弦 这样就是重点和弦重点突破 化简为化难为E 这是一种办法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挑战 比如说拿节奏来说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这是一种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这也是一种你觉得哪一种容易呢 其实第一种容易 因为都在熟着拍子 第二种你都不知道第二次 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往下滑 但是你也要挑战 所以要挑战难处 还有一种 比如说我们要研究这个和弦的个性和音色 比如说Am 这个M就是小调的意思 有一种悲伤的味道 变成A 升了恶弦升了一个音 你看马上就明亮了 那你要弹一首歌曲的时候 如果你想要灰暗一点 就多用几个M 我们常用1645 69Am 但是如果你想要明亮一些 Am你完全可以变成 就A 对吧 更明亮一些 也就是要挑战用不同的和弦 用七和弦 用明亮的和弦 不要总是古板的走一条路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复杂一些 我们的演奏 我们的弹奏 就变得更丰富一些 稍微和大家分享一下 吉他学习里面的简单和难